謝謝 然後我現在是一個 我現在在阿密斯人子做Fugger Angelia 然後我主要負責的是 智能合約跟Holder開發 對 然後一開始先切入主題 就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想要快速發行一個IFP 我們應該怎麼做 然後如果你去看市面上 大概近 近一兩年來的地址 他們最快 應該有 在ERC72EA出來之前 應該有七八成的 IFP合約都是用OpenDevling的 這個ERC72EA 英國的Contract 那為什麼大家都會用這個呢 首先就是 它的優點就是 然後它很安全 然後 即使你對合約沒有很了解的話 你只需要使用Mint的方圈 還有一個Set Pass UI的方圈 之後 一個721核的就出來了 所以 其實它是可以很快就完成了 其實這個合約有一些缺點 就是 OpenDevling 他們主要的優點 就是在於說 還蠻安全 但是 因為以前他們在設計的時候 那時候 區塊鏈的網路還蠻那麼用色 對 但雖然現在也沒有用色 但是以前 有一段時間是很用色的 然後 所以他們合約後 其實並沒有考慮到 傑森蓋這件事情 所以 他們會存了很多 不必要的資訊在鏈上 然後 這個 這張圖呢 是表示說 ERC-721 renewable跟 一般ERC-721差在哪裡 就是 一般ERC-721 就是大家知道 可以做Transfer 做Proof 然後去看這個NFT Owner是什麼 那 ERC-721 renewable 它其實還多三個榜權 然後 一個是Total Supply Total Supply 就是說 這個ERC-721 它總共 現在密合了多少NFT 然後第二個 跟第三個 Token By Index 跟Token Owner By Index 其實我們比較少 因為其實這兩個方式 一般來說 交易所也不會去用到 然後 其中一個是 它輸入一個Index 就可以 問你說 現在有哪幾個 現在是在 第幾個Token 然後第二個是 這個N 它總共有哪些Token 對 那其實 後面這樣的方式 其實都可以從 練下去 做Index 跟去拿到 那 首先 先強調一件事情 Storage是非常貴 就是在我們在鏈上 做儲存資訊 這件事情 SSStore 它其實就是儲存 如果我們要儲存 一個執照鏈上的話 你可以看 就是 如果這個Sort 如果我們現在假裝 我們要Initial一個Sort 它如果已經被SS過 就是如果有曾經有人 讀過它的話 我們會需要花2萬個S 如果沒有人去讀過它的話 我們會需要花2萬2千1個S 那如果是Update 就是從一個已經有的紙 再換成另外一個紙 它就是會需要2千9.5千 那 以讀來看而已 就算你只是去讀一個 讀一個變數來說 它已經有被讀過 要耗100Gas 然後沒有被讀過的話 它會耗2千1百Gas 那我們其實 我們一般來講的一些 其他的Gas 優化技巧 其實大概都只會 省大概10幾20 大概這個樣子的Gas 存Stop的方式 我們就花了2萬Gas的話 那其實我們那些Gas的話 就是顯示下來 是有不足道的 那 所以重點 我們在省Gas的時候 一個大重點就是 千萬不要 可以不存去 電上Storage 就不要去做存取 好 那 接下來講的是 我們在ERC721B裡面 在Link的時候 跟ERC721B 我們會多消耗多少Gas 其實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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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算是一個 Codebank 它會 去 就是去 多做了這些方選的事情 那我們直接看下一頁 這個是 ERC721 跟ERC721 比起來 它總共 多宣告 就是 你看它總共 有宣告三個 跟一個 那 它多消耗的Gas 其實就是 裡面這樣的方選 然後 我有把總共消耗的Gas 給 那個 給拉出來 就是假設 我們以一個 這是一個Wars Gas來看 就是我們 都是從 零去 零去換成一個 新的值 那 這樣的方選 其實總共會需要 多泡額 大概9萬5600Gas 那 9萬5600Gas 它是什麼概念 就是 如果以 這我隨便算 就是如果以 Gas price是 150GV 以 一系列其實是 1700USD來看的話 就等於多花了 24.378USD 就等於說 我們 命核一個Token 我們可能會比 ERC721多了 大概600多塊的台幣 那 以現在都是10k的 project來看的話 其實 這些加起來 我們就是 消耗了非常多錢 在做命核這件事情 但是 我們其實是可以避免 那 最簡單 最簡單的方式呢 就是我們 改善使用ERC721 不要用ERC721 大家會使用 其實主要 是因為 那個 偷偷 supply這個方權 另外這樣的方權 我們一般 不會被使用到 然後 其實你看 像 OpenSea 他們在做Index 去看你的 這個Owner有哪一些 Token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用 線下Index Event去得知 這件事情 而不是直接去投這個方權 因為有非常多的 ERC721專案 是沒有 是沒有這樣的方權 然後 那如果只是 Total Per Supply的話 我們其實就可以 實作自己的Total Supply 那要怎麼樣去做實作呢 其實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我們用一個 UNE256的指 去做Counter 然後我們Mint 一個ERC721SO加1 然後Brand一個ERC721SO-0就好了 所以其實 做一個最基本的優化 就是這麼簡單 那 如果是這樣做 就只是這樣做的話 我們第一次消耗 就是從0變成1 這個數字的時候 是消耗2萬2千1 然後之後從1 變成2或3 它其實就是消耗5千GaS 那這樣其實 跟剛剛BTI 我們就已經可以省了 7-8萬的GaS了 所以 其實就是 所以 其實第一個建議就是 不要用 RCCA Immune的多 就是直接 可以直接用這個方式 去做到說 就可以大概省了7-8萬的GaS 然後 其實 後來 其實我們現在還有另外一個 現成的選擇 就是大家應該都 如果有在看來 應該都知道 ERC721SO-0 Azuti他們 推出了一個新的標準 那 他們其實也有做一個比較 就是 他們跟ERC721 比較起來 他們 也是省了很多GaS 那 他們的優點是在於說 當我們在 同時命的多個 一次命的多個連續號的 他可以保持 他的GaS 大概只會增加1-2千 那 這個用我們舊的GaS 根本就沒有辦法 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因為 就是 基本上就是 加了多少 我們兩個就是乘2 然後三個就是乘3 但是他 在他這邊呢 他其實他Mint兩個 Mint三個 基本上只會差1-2千 那他怎麼去做到呢 其實 前面兩個 就是 他首先他有說 7-2-1 不需要Storage 然後他的Code 你去看的話 他其實有很多版本 然後 然後他 你去看他其實有做 他有做越來越多的 GaS 那 最主要的是 就是像我們剛剛講 我們要怎麼樣去省Storage這件事情 那 他就是Mint多個的時候 我們只會寫入一次的Storage 就例如說 這個叫 這是他們官方的圖 就是 Alice是Owner 他想要Mint 100號到102號 那其實他只會在100號裡面 寫下說 他是Owner 那101號跟102號 就完全不會做任何動作 那我們如果再去查 102號是誰的時候呢 他其實就是往回查 就102號現在是空的 我就往回查 101號他也是空的 那往回查 100號他的Owner是Alice 那就代表說 100號的Owner就是Alice 所以這其實算是一個 蠻聰明的方法 就是 你Mint 尤其在你Mint 越多個時候 你Mint 20個 那他其實也只會 也只要寫一次 對 所以他的優點 就是在Mint 多個的時候 GastView的 他其實會 大於 大於ERC721 那缺點其實 就是大家看出來 因為他是連續的概念 所以 在TokenID是連續的時候呢 才有辦法使用ERC721 如果有些 ERC721需要一些 客製化的方權 例如說 他需要去指定TokenID 或者是 他需要去萬數選擇 TokenID的話 那你就沒辦法使用ERC721 因為 他是必須要很允許的 因為他有一個 這個環圍查找的 特點 那 還有第二個缺點 就是說 在Transfer的時候 消耗Gast會比較大 這應該看出來吧 就是 我們回去看 因為如果你現在 102號要做Transfer的話 我要先確定說 這102號的Owner是 那他一樣會往回查找 那 你往回查找的話 其實就是做 就是做Storage Read 那剛剛有講 Storage Read 也會消耗Gast 所以在Transfer的時候 他會 如果你同時Mint多個的情況下 然後你又是找 他會有一個Wars case 就是你又是找後面的 那個TokenID 要做Transfer的話 那其實你在做Transfer的當下 你會消耗比較多Gast 好 然後所以 我這邊給大家建議就是 其實現在ERC7218已經算蠻成熟 不過他其實有很多個版本 他有些版本也有BUG 目前應該是一個版本也有BUG 但那個BUG其實是 他自己有型功能 所以可能 就是不會影響到任何嚴重的漏洞 對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要使用的話 如果你是在連續的TokenID的情況下 其實你使用ERC7218就好了 然後 你可以去 如果你害怕他沒有這個Odit的話 你可以去用它比較舊的版本 不要去 就是用它比較舊的版本 因為現在其實 現在新出來的FG 基本上都是使用ERC7218了 對 好 然後接下來講一些 就是 一些簡單的 就是常用的 Jason Gax的實力 首先 第一個呢 就是使用RTrack 那如果 如果各位有在 就是以前寫過 0.8.0版本的 SolidTik前的話 以前我們在做 數字的加減的時候 我們常常都會需要去 import一個叫做SafeNAS Library 那SolidTik這個Tik呢 他們其實很貼心的 在0.8.0版本之後 幫我們內建了一個 防止overflow 防止數字overflow的方法 所以其實基本上 在0.8.0版本之後的 所有的加減伸縮 它其實都有 預防overflow和underflow 但是 其實overflow和underflow 這件事情 它也會 它也會消耗一些gas 因為需要去做一些檢查 所以它提供了一個 untrack功能 就是你 當你非常確定說 你這個數字 不會有overflow 或underflow 你可以在外面 加一層untrack 這樣可以寫掉一些gas 對 像 ERC協業裡面 就用了很多 untracked的這個字 因為 主要是我們NFT 我們基本上 通常都是10k 基本上就是1萬個 然後10萬個 然後我們 我們UINP256最大的數字 是到2的256次 所以 我們NFT不管怎樣 都不可能會超出這個數字 如果 如果你真的有pick這麼多 你應該也 好 然後再來第二個 其實也是滿常見 就是做stark pegging 那 如果大家都在storage slot熟悉的話 就是知道 我們storage的裡面 一個storage slot 是256bit 所以 如果我們把一些連續的 我們把一些 連續的變數 它是在256bit內 它加起來會在256bit內 它其實會pegging在一起 它會在同個slot做運算 那 這裡面為什麼會省gas呢 因為 就是像剛剛講的 因為現在 我們在做初始化 一個 slot的時候 其實會耗比較多錢 那你接下來 再重複去寫的時候 你寫第二次的時候 其實會需要耗100gets 然後 如果你把它packing在一起的話 像 以這個來講 這四個 UINP64 它是一個packing在一起 那如果我同時 做這四個的 改寫的話 就第一次會 22000 然後接下來就是 100 但是如果我們 這是四個 UINP256的話 那就是 22000 22000 22000 所以其實就是 這個gass的消耗數 會差蠻多的 然後 struck hacking 所以就是大家在 命名電視的時候 盡量 可以想一下說 是不是 可以讓他packing在一起 讓sci-i-dc在運算的時候 就是更節省 然後 再來就是 因為就是 剛剛一直在強調 storage 是很過癮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 不要去做 重複順序 就是 像剛剛我們的 UINP256 以一個counter來講 我們現在是一個counter 那假設我們現在要把 這個counter 連續去加100次呢 如果可能不懂的人 他們就會 一開始就會想 那就直接對這個counter 做加的動作 但是問題是 它其實是 一個storage的變數 你每一次的加 其實都在這storage做stork 所以其實最好的方法 應該是 我們先 用個變數 先 用個變數把它放在 Memory裡面 然後 讓這個變數做完所有 要對storage做完 運算之後 我們再把它塞回去 給storage裡面 然後再畫其實 就只會對它 做一次的傳去 所以 基本上 就像 如果我們現在 要對一個storage做運算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還是會把它 先給它回到 Memory裡面 然後等它做運算之後 我們再把它寫回去 這算是一個 蠻常見的配合 就是我覺得是一個 很常見 而且大家 很容易會用到 然後再來一個是 Input parameter 要使用code data 就是 我們的Input parameter 有分兩種 如果你是array形式的話 其實是有code data 跟Memory 然後其實 東西放在Memory 會比 放在code data 其實會比 所以這也算是一個 方法 然後 再來一個是 使用mint 代替性分明 就是 但是 這是有一個情形的 大家很知道 safemint 就會覺得這是一個 比較安全的方式 但是 你去看它的方式 其實safemint 跟mint的差別 是在於說 在ERCCA5 裡面 有第一個叫做 是share receive 的方式 然後這個方式 是指 當我們的receiver 是token的時候 他會再去call back 這個方式 去做相對的事情 但其實很多 其實我們現在 一般在做mint的時候 基本上是 有些會甚至會 直接擋掉說 我不讓合約 來做mint 這個事情 因為有時候 你會幫他 然後可能幫他 會做壞事 所以如果你基本上 你在外展 就已經擋掉了 給合約 去做mint 或者是你 mint的對象 本來就之前 是EOA的一個 就是一般的人 其實你不喜歡 就不叫mint 你不叫mint 然後 接下來是 然後 我想到兩個 我常看到的 就是 運用實力 就是 第一個是 做pran airdrop的時候 使用game map 就是 很多人 pran airdrop就是說 如果你有我這個token的話 你可以 我可以讓你再領一個 新的東西 但我們這個token 就只能領一次 大家一開始想到的方法 可能就是說 我們用個mapping 然後 用個mapping 做一個pool 就是說 這個adget如果領過的話 我就把這個adget設了 tube 但是 不是這個tokenID如果領過 我們就把這個tokenID設了 tube 但其實有個 更省gas的方法 是在 就是 假設我們現在有256個token 那其實我們就 做個 UIT 然後 然後 我們會對 我們對他那個bit 如果是3號的話 我們就把第三個bit 設為1 然後如果是4號 就把第四個bit 設為1 然後 這樣子的話 當我們要去看 這個東西有沒有clean 這個token有沒有被clean的時候 我們就去看那個bit就好了 所以其實 我們不需要個mapping 我們用個 用個 bit的radio 然後 第二個是 去使用 去使用 就是一般 whitelist的寫法 很多也都是一樣 就像我剛才講的 用沒筆 如果你是whitelist的話 就是這個tokenID 然後去 對個部落 但是其實 比較 現在 這其實已經很常見了 就是我們去使用 Mocleproof的方法 就是這樣的話 鍵上只需要幾個mocleroot 然後 大家要去 對這 看它是不是在 whitelist的時候 我們就是 就去 給我們自己相對的 Mocleroot 跟Mocleproof 然後去確定說 它有沒有在 whitelist裡面 對 對 好 然後就是剛剛講的 剛剛講的部分 就是 是 NFT核酷的部分 那 接下來要講的是 我們 怎麼樣去使 NFT核酷去做 appredable 這件事情 那 首先先提到說 為什麼會需要 使用 appredable 那優點就是 如果 如果 有漏洞的話 我們可以去透過 三級解決 然後 第二個就是 其實像NFT 還蠻多型的規格 就是會有一些人 提出一些新的功能 那 如果我們是 upgradeable trade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 upgrade 去支援它新的功能 那 缺點的話其實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 不熟悉的情況下 upgradeable trade有可能會造成 更多的漏洞 我等一下會講一個實例 然後 第二個就是 程式碼 是可以修改 因為區塊鏈本身 就是不可常常行 但是upgradeable trade其實有點破壞 這個 就是 讓它變成可以修改 然後有些人可能就會因為它可修改 就像之前有個 實例 是 這個 就是 它一樣是upgradeable contract 然後 它就把它修改成說 它可以任意的去transfer 別人的token到後者 就是類似這種 對 那 我講講的就是 比較長 兩個 我覺得 算是 這應該算是後門 就是 像boe app裡面 它其實 有個function 是 如果是on了去code 它可以做出出現mint這件事情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它的 看這個function 它其實就是 如果你是on了的話 我就可以mint 30個boe app給你 然後這其實還蠻多 其實還蠻多的討論提到 但是 就是 大家會覺得就沒什麼問題 是因為on了 基本上就是boe app的主義 不可能 不可能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會讓它的神域降低 但是 如果我們假設它的 施藥外切 那 其實這個function 就會變成是漏洞 對 然後 第二個就是 這個 這個好像是一個叫 applicator的專案 那 其實不用 它這個就是說 它那時候提出了一個 很酷的功能 就是說 我們用合拍的方式去做拍賣 那 那 如果你 我最後會定一個價格 那如果這個價格 是比較低的話 然後你付的錢比較多 我就把多的退款給你 那 現在裡面這個 就是它退款的方權 但它在這個 退款方權裡面 有一個問題 就是在於說 大家看到那個 銅線的地方 就是說 如果 我退款給你的時候 不成功的話 我就會把整個方權 分別掉 那 一般人就會 就是 退款要怎麼樣 會不成功呢 其實 有一個 有一個可能 就是 如果這個接收者 是一個Smart contract 他不 他不讓你 他只要接收到錢 他就直接淪貸掉的話 這個退款就 然後 所以 就整整個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 他現在這個合約裡面 還卡了一萬多顆EDF 就是完全沒有辦法做退款這件事情 因為他沒有任何其他退款方法 對啊 所以這兩個例子我講說 如果 他們當初是做什麼 額得都剛好的話 其實 以這個例子來講 他現在這一萬多顆EDF 都出來 然後第二個就是 NFP的資源標準 就是 這就是一些 我隨便多舉了一些 現在新的NFP的資源標準 然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 如果 如果 我們有 剛好 那其實我們就 那些 EIP 然後 其實 每個都 我覺得都還不錯 然後 接下來講就是要怎麼做 upgradeful 就是首先要講的是 proxy pattern 然後 upgradeful contract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 他把一個 contract拆成了 proxy contract proxy contract其實就是負責去儲存 所有的變數 然後 large contract就是負責邏輯 那這個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到說 我們抽換large contract 我們把 這個東西的邏輯給抽換掉 但是他的 storage還保留 就可以做到 upgrade contract的 結果 然後 這個 這段程式 是在說 proxy 當使用者 打到proxy contract的時候 會做出事情 首先 他會 做一個foldback 就是 就是 當我們這個function 沒有 我們不知道要打到哪 function的時候 就是他的那個 function selector 在這個 contract上沒有 找到的時候 我們就會掉入 foldback function 那這個foldback function 整齊 他就會去做一個delecate code 動作 然後 delecate code 其實就是 可以讓我們去做到 把storage 可以保存住的一個方法 就是 如果我們是像 像 我們是在 proxy 上面做delecate code的話 那其實就會變成 proxy 操作的東西的邏輯 會停留在 large contract 會用large contract的邏輯 操作的storage layout會在large contract上 但是他操作的 操作的storage 會停留在 proxy console上面 然後 他這裡面其實就是會去 呃 他去 他的 implementation slot 裡面 去 這裡面的implementation slot 大家可以在最下面看到 他其實就是一個 他其實不是一個亂數 他是一個 用 KK5去算出來 他有一個 一串串 去算出一個值 然後這個值裡面會放的就是 就是我們拉出contract的位置 那 呃 所以其實他很簡單 他就是掉到callback 用delecate code 去call 這個slot裡面的位置 那 有些人會問說 為什麼會需要 一個 為什麼會需要 call這個段數 為什麼不直接命名在 proxycontract第一個裡面就好 那 這就算是一個 你在做upgrade contract就需要知道的地方 就是storage code選 就是 雖然我們在 因為 我們 你在做操作的時候 你看起來像是在 proxycontract上面做操作 或者在 information 的 contract上面做操作 但其實你的storage 永遠都停留在 proxycontract上面 所以 如果你在proxy的第一個變數 命名了information的話 其實 你之後在操作 information 這個contract的時候 像例如說 它的第一個變數是命名的 功能的話 你們這樣會打架 就是 就是 我會把invitation的 位置 也放到同一個地方 所以 這樣就會造成說 當你 去call到invitation的時候 你去拉on的位置 就變成是 他proxy上 做這個invitation的位置 所以 就是 storage code選是一個 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後 然後 這裡是在講 data code選 就是 我先跳跳 然後 在openlaping裡面 它有分兩種proxy 就是它實作有兩種proxy 一個是transparentproxy 一個是vvpsproxy 就是 K10 那 這樣的方法 K10在哪裡 其實 就是 它們裡面不一樣的地方 在於是說 proxycounter上面 到底需不需要留方圈 就是 transparentproxy 它是把 一些alumin相關的 操作的方權 還是寫的 邏輯還是寫在 proxy上書上面 它不是把所有的 然後 UPS的proxy 它就是把所有 操作的邏輯 全部都寫到 拉對方圈上面 那 其實沒有說 特別的 豪語不好 那 只是 在transparentproxy這邊 就有人提出個問題說 有可能會有 function class的問題 就是 如果我在proxycounter上面 有一個function 跟logic上面 logiccounter上面 有一個function 我們的名字是一模一樣 那其實 你先打proxycounter的時候 它一定就會直接回來 它不會再倒到 logiccounter上面 但是 我覺得 這就有可能會造成 使用者的回應 就是它會認為說 所有的function 都應該會倒到 logiccounter上面 所以 transparentproxy呢 它在這邊就是說 它還有分了一個 就是如果是owner的話 才可以去cow 跟admin相關的方權 然後如果不是owner 就不能夠去cow admin相關的方權 那 但是 你是owner 你也有可能是一個user 所以 它又再拉出了一個 proxyadmin的counter 就是讓這個proxyadmin 去當作owner 然後 你要去做 admin相關的操作 你就先打到這個proxyadmin 然後再打到 transparentproxycounter上面 那 UVPS就比較簡單了 它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它把upgrade的邏輯 也直接搬到了 largecounter上面 就會變成說 proxycounter變得比較乾淨 就是它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的方權操作路 今天全都在largecounter上面 所以我們後來也是選了 UVPS Proxy 然後 storage pollution 就除了 storage pollution 它有一個需要注意的是說 像升級的時候 那個storage layout 其實 就是像 像 這邊左中有一個 D0版版第一版 它的D0版 它定了owner balance 跟storage 然後 它第一版 我們 一般在命名的時候 如果你不守 upgradeable counter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那 我現在要命名一個 新的變數 我就直接命名到 它的上面 那這樣其實是 會有問題的 問題在於說 你現在在命名的 第一個這個變數 它其實存的還是 舊的owner 所以你之後操作 這個less contributor的時候 就會變成這個 它現在裡面存的是什麼 就是你的所有的變數都被位移了 所以 其實就是 要建議的是 你必須要往下去做命名 然後 而且你要確定 你的下面的storage 是空的 因為 如果你這個東西 是一個被繼承的contract的時候 你被繼承的情況下 其實你下面是 也有可能會有一些變數的 那如果有變數的話 你在下面做命名 它其實也會造成同步的位移 所以 這是一個蠻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 open drafting 它其實就設計了一個 它有設計的一個方法 就是叫做 gap的變數 意思是說 我們每個contract 其實都是保持在50個變數 那 就是像現在這邊 它第一個變數是 a 那接下來它就留了 449個變數當作 gap 那如果我們之後要 有新的 我們之後 deploy了新的large control 的時候 我們下面多了一個b的變數 那這個gap 因為它是 它裡面的子都是空的嘛 它就相對應的退移 然後 你相對應的退移的時候 就會把b 給填到那個 原本空的變數裡面 那這樣你的contract還是一直保持在 50個變數的情況 所以它用這個方法去 讓你被寄成的contract 沒有 就不會 造成像剛剛講的那個storage 會同步位移的情形 但是其實這邊有一個雷就是 在 在 openstrap 它提供的 升級架構 它有想到說 大家在做upgradable的時候 可能會有storage layout 不一次的問題 所以你在做升級的時候 可以給它做檢查 但是其實 在這個方法 在 你用這個方法去做的話 在它的檢查裡面 會是不合法 因為它認為說 你這個b 打到了 原本gap會的變數 但這其實是它自己提不出來的 然後 在他b號上面其實也有這個問題 就是 它好像還沒有 就是 如果它修的話 會比較好 然後 然後 最近的storage collection漏洞 就是 好像上台太奇怪 就是有一個叫做 audio 音樂平台 它被開了600萬 那為什麼它會 為什麼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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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這個 就是 它在 就是它在 prosy country上面 就是像剛剛 其實就很典型的 就是 就是 不要做這件事 就是 它在它的第一個根據裡面 多了一個叫做 prosy 那 這個prosy admin 它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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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age collection 是 這個叫做 initialize 跟initializing 這兩個變數 因為它這個布偶 兩個布偶會被 會被 配件起來 所以其實 這兩個布偶 所以其實 initialize 跟initializing 這兩個變數 在實際上呢 就會是 prosy admin 的後兩個byte 然後它這後兩個byte 都是大於一 所以 在storage裡面 就認為說 這initialize 跟initializing 就會是true 那 這個initialize 跟initializing 做什麼 其實就是 在storage 就是它 我們發思清楚 在做 default的時候 我們不是把 要 我們不是把 我們不是把 initialize 的變數寫在 contract裡面 我們是寫在 一個叫做 initialize 一個叫 initialize 這個initialize 會需要加上 這個initialize 的modifier 然後 加了這個modifier之後 就可以確定 它只會被選到一次 這樣就不會有 重複出實話的可能 但是 我們剛剛講 好嗎 因為它在這裡面 它storage 所以 你去看它那個 它其實它會 往下做 然後 就會造成說 它 這個modifier 其實完全沒有用 就是永遠都會是true 就會做到可以 重複出實話的功能 就是 然後 大家其實知道 就是說 我們很常會 在出實話裡面 去把一些 拳線的東西給夾進去 所以 它 在contract被出實話的情況下 它的拳線被別人拿走 所以 它的拳線被別人拿走 之後 就造成 它的很多錢被害 對 然後 其實這裡面有一個事實 它其實之前有做過 這個 就是這個 contract它之前有做odit 但它後來有神奇 所以 然後神奇之後 就沒做odit了 然後沒做odit 所以 所以 有沒有人發現這個漏洞 就過了滿久 大家才發現這個漏洞 存在 所以 這其實也是一個 會造成的問題 然後 接下來要講的是 這是我們自己公司內部 我們把IFP合作 等等 接下來要講的是 我們怎麼去做 就是 我們分成了 就是像盲盒 這一類我們分成了 一階段盲盒 就是像 無聊員 Doodle 他們會 買出來之後 我們會是一個 就是一個盲盒的圖 然後 這個在同一天一起做打開 然後 還有另外一個是 二階段盲盒 二階段盲盒 就是像 ChromeX跟 村上的小畫 就是 像 ChromeX是拿一個鑰匙 然後 你去把這個鑰匙燒掉 就打到 第二個 打到開盒的comptract 把它燒掉之後 就可以拿到一個 ChromeX 然後 另外一個是 就是 如果你不是盲盒的情 就是你非盲盒 你一開始就已經是開盒的狀態 一開始就有 土片 然後就比較像是 Premint 就是一些像 會員卡之類的 然後 這是 我們公司自己 把我們自己的 IFT 留作分類 所以 我們可以想像 IFT 合約的架構 就是 如果你是一階段盲盒的話 我們就會有一個 large contract 然後會有很多 就是我們不同特戶的 plus-c contract 然後 如果是 二階段盲盒的話 就一樣 就是會有自己的 large contract 很多的 plus-c contract 然後 這個架構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是在說 就是 我們在升級合作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對 每個 plus-c contract 做升級 然後 這其實蠻好理解 就是 因為我們把 我們把 我們把 logic-counter的D字 寫在 classic的counter裡面 然後 所以 像 像 以現在這個圖來看好了 它每個 classic的counter裡面都寫了 盲盒的 就是這個 V1的logic D字 當我們 deploy了一個 V2的logic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會 需要去重寫 每個 classic裡面的那個 詞 就是把它全都改成 V2的 它不是這樣 一次重度 因為我們要 比如說 我們要對每個classic 去做一次錯誤 因為假設現在有三個 那我們就要扣三個 那如果我們 有50個mfd-counter的話 我們想要 同時申請這個功能 我們要 我們要打50次錯誤 就很麻煩 那 有沒有辦法 就是可以去 改變這件事情 其實OPF也有提供 另一個叫做 B跟classic的方法 那這個B跟classic 其實也很好理解 它就是在 classic中間 再插了一個 upgradable的 began的contract 所以它中間再插了一層 然後我們把 rg-contract的位置 寫到了中間這一層 然後 B跟classic的contract 存的是 upgradable begin的contract 那這樣就變成說 只要upgradable begin裡面的 值給換掉 我們就可以 他們全部對 因為B跟classic 它是對到upgradable begin的 所以就會變成說 upgradable begin裡面的 implementation的adress 給換掉的話 所有B跟classic上 它對應到的adress 都會被換掉 那 它其實沒有做什麼 特別的改變 就是 像正面講 它去存另外一個slot 然後 看它的那個 implementation 它其實就是 它拿了這個slot的地址之後 它會就去打 那個地址上面的 implementation這個 function 然後 在upgradable begin上面呢 它其實就只存了一個變數 叫做implementation 然後 就等於說 像剛剛這個來講 它 用getbegan去拉到 我們的upgradable begin的weights 然後去打它的implementation 然後它的implementation裡面存了 就是 辣椎康康康的weights 然後 這是用舊 就是 以這張圖來看 就是 我們去打implementation的時候 我們就會打到 vegan start 然後 vegan start裡面存了 upgradable begin的weights 然後 就會打到 upgradable begin 然後去打它的implementation 然後打它implementation裡面的weights 那個裡面的weights 就會成為 辣椎康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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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的weights 然後 這個是舊的方法 舊的其實就是 你名人在選去打到 去拉 就比較簡單 就是直接去拉 implementation start 然後就可以得到 那就用這個方法 所以他用這個方法讓我們 所以Upgrade or Began 其他裡面 就只存了一個 Address 然後沒有做出任何的功用 但是用這個方法 就可以讓我們做到同時升級的事情 然後 所以我們就是 新興的架招就變成說 就是像我們中間都一樣 我們就插員Upgrade or Began 這樣就很完美 就是我們可以做到 同步升級的事情 但是 然後升級步驟就是 一樣就是我們會多一個 多得到一個垃圾之後 我們把那個 Began 的位置關掉 然後Prossey上面他們存的 都是 Began 的地質 然後 但是其實這有個問題 原本就想說 因為我們之前就已經做了一些 Prossey上去跟 跟垃圾上去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直接無痛升級 但是其實是不可能 就是 就是 無痛升級不可能 原因是在說 就本來的Prossey 跟 它的那個 Began Prossey 不相容 然後Prossey 本身又是不可升級 然後 為什麼是 就是想想想講 因為 其實Prossey上去 它就是去拉 我們開圈的 施拉圈 然後去拉瀉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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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瀉 其實這個想法很簡單 就是 那 我們就 變成說 我們要先想到一個方法是 如果我們在一個Prossey 就是 所以這 我們再掛一個Prossey 就等於說 User會Fullback兩次到 RG 那 這樣是不是可以解決 也是不行 因為 當你Fullback兩次的時候 不管怎樣 你的 Storage 永遠都停留在最外層的 Prossey 上面 我們沒有辦法 assess到 中間那層 upgrade到Begin的 Country的位置 所以我們想了一個解法 就是 當它Fullback過來的時候 我們會在 在做Fullback的時候 它一樣會去拉 Innovation的Function 那我們就會再重做一次 原本 Begin Plus叫做的事情 然後 就是我們會再去抓 Innovation的Slug位置 然後再去抓 Innovation的Slug位置 那 那 為什麼會有一個 這個是 Excel Innovation 是因為 如果是做 upgrade tool的時候 我們是存取 Upgrade Begin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確定說 打過來這個人 是Fullback打過來 還是原本 是人家就直接 存取我們這個 Country 如果是直接存取 我們的Country的話 其實它就應該是要打 Upgrade 的 動作 我們就會直接 拉去Country 那如果是Fullback過來的話 我們就會經過 下面這個方法 去回我們的 Innovation的 Adress 給它 其實這樣就變成說 就變很複雜 就跟妳講 它先用Dellegang之後 拉到Innovation的Slug 然後還會再Dellegang一次 然後再去拉回 它原本Country的Adress 之後再去拉 Begin上面的InnovationSlug位置 才可以拿 所以就變成是要Fullback兩次 然後 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其實 Fullback兩次 本身會消耗到 很多Gas 然後 其實也沒有這麼簡單 因為本身 Upgrade都Begin 就是他們在做Upgrade的時候 OpenRevy寫很嚴謹 就是它會有一些 很多的Chank 所以我們也會需要去 改掉這些Chank 所以我們最後就決定是 不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這個Country 對 如果我們真的寫完 我們就一定要做這弟弟吧 然後我們沒有OD 所以我們也不確定會有 會不會有什麼漏洞 所以現在在我們系統裡面 就是分了 舊的方法跟新的方法 所以就是 就雖然我們沒有分得很完美的 整個全部都是Begin Plus的結構 但是就是我們現在新的方法 都是使用Begin Plus的結構 對 然後 我演講大概到這裡 然後接下來就是 介紹一下就是 第一個就是 我們公司就是其中 三個服務 就是 QB Creator就是我們說 我們是一戰式的IFV者 就是可以直接 可以直接 可以直接 就是 你不懂用IFV的情況 還可以幫你發IFV這件事情 然後第二個是QB Wallet 就是 就是一個Wallet 然後我們主打應該是 我們可以用信用卡支出去 購買 我們可以直接用信用卡支出去 購買OpenSeason的FTT 然後最近還有做QB Pass 就是 其實就是 現在IFV上面 有一個很大問題 就是說 我有一個IFV我要怎麼去做驗證 對 然後我們這個 比如就是 做得到 可以 去讓你去驗證你才能有 這個IFV 對 然後 第二個 這個是 這是我 這是跟我們公司 但是 這是 就是 就是 一個 就是 剛剛講的 也有講過 就是 然後 裡面的講座都很厲害 然後 就是 你可以進進去去學習 然後去做出一個 VK的 project 然後 還可以拿獎金 就很棒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少 對 對對 那 我報告大概就到這裡 好 謝謝 謝謝